来关心国内的新冠疫情 五国单日确诊再突破4000大关 今天一共新增了4008宗病例 主要都是本土感染病例 目前全国累计确诊达到了169379宗 另外今天有2374人痊愈出院 11个人死于新冠肺炎 至于周暑方面 雪兰俄州依然是高居榜首 新增了1391宗确诊 接着是吉隆坡有513宗病例 以及柔佛470宗 值得关注的是 今天新增了16个新的感染群 刷新了第三波疫情以来的单日新高记录 另外新冠病毒已经杀入了政坛 截至目前至少有10位的政府部长和议员中招 昨天巫统国会员纳斯利 他正式确诊之后 曾经跟他出席过同一场记者会的巫统同僚 也就是巫统的霹雳巴西沙勒 国会议员达祖丁 今天也证实确诊 他在面子书贴文要求 跟他有过密切接触的人士 要进行筛检 那达祖丁呢 他是在1月12号出席 巫统总部的一场记者会时 坐在纳斯利的隔壁 当时候可以看到的是 两个人都没有戴口罩 而当天同样坐在纳斯利旁边的 还有更早证实确诊的前巫统敦拉萨 镇区部秘书扎哈林 一场记者会里头 就已经有三名的巫统领袖 接连中招感染新冠肺炎了 那另外达祖丁在三天前出席过巫统会议 当天的出席者还包括了巫统主席 阿末扎西和前首相纳吉 在达祖丁确诊之后 阿末扎西他今天早上已经火速完成了 试词检测并且在家中自行隔离 等待检测结果 阿末扎西和岳 阿末扎西和�国 阿佩扎正在现场 阿末扎西和八周 阿末扎西和岳 阿末扎西和 major 阿末扎西和北 阿娩扎西和搜